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气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会气坏自己 伤害他人 每个人在人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与其生气浪费时间 不如想开点 理顺自己的气 要知道 人活一辈子 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的心情总会有好有坏 心情好什么都好 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 俗话说 莫生气 气怪身体无人体 生气真的伤心又伤身 你生气时 伤害最深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李敖的老师殷海光 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 有天 殷海光正在家里吃饭 忽然想到某个人对自己做的事情 顿时火猫三丈 气得连饭都吃不下 殷海光喜欢为人打包不平 每次看到不平的事情 自己就和自己置气 这导致他经常生气 心情不好 最后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四十九岁就过世了 而那个经常惹他生气的人 却活到了八十九岁 殷海光生气没有气到别人 却把自己气到了 经历过老师这件事后 莫尔经常强调 无论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事情 我都不生气 我跟你斗着玩 我赢你 活得久 现在我成功了 我赢了 气大伤身不是没有道理的 生气时 气结于身 伤脾伤肝 生气等于在慢性自杀 愉悦才是长寿的秘诀 无论在任何时候 心情愉快的人的精神面貌 都要比经常生气的人好 人生的生 不是为了生气 而是快乐的生活 马克思说 一种美好的心情 比师父两药更能解除心理上的疲惫和痛处 遇到不顺心的事 想要生气时 告诉自己 先从一数到十 如果非常愤怒 先数到一百 慢慢冷静下来 然后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二 人活着 生气不如争气 大千世界 云云众生 总有你看不惯的人 也总有看不惯你的人 如果你因为他们而生气 那就太不值当了 正如康德说的 生气是拿别人的作物惩罚自己 面对别人的刁难和诋毁 你生气只会随着他们的心愿 语气生气 不如争气 宋朝 皇帝从回中喜欢书画 一天 有次 他外出在大街有人专卖驴画 便问随从 天下何人画驴最好 随从一时打不上来 便四处打听 被问的大多数人 都说有个新朱的画家是专卖画驴的 那画家是朱子明 其实他擅长的是山水画 当时他非常有名气 很多同行都嫉妒他 便四处给他造谣 贬低他 说他是个驴画家 哪知皇上将他人对朱子明的贬乳当真 所以 他接到旨意进宫为皇上画驴时哭笑不得 常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肯定很生气 去埋怨那些同行陷害自己 然后告诉皇帝自己不会 而朱子明并没有 他没有因此生气 而是在进宫前 潜心去学习画驴 他先后为皇上画了数百幅 深得赏识 朱子明从此成为天下第一会画驴的人 晚年朱子明感慨而言 如果当时自己欺负过 不仅会惹怒皇上 还会失去了那次表现的机会 所以感谢嫉妒者 你们的骂神和贬责成全了我 人生在世 难免会有人为难自己 你若优秀 会遭到别人的嫉妒 你若平庸 又会受到别人的蔑视 如果要因为这些而生气 那人这一辈子就会有生不完的气 面对那些刁难和诋毁 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去争气 你争气了 那些为难就会不攻自破 三 人生不是用来生气的 生气影响一个人的心情和心态 毕书敏曾经说过 人可能没有友情 没有自由 没有健康 没有亲切 但我们必须拥有一份好心情 心情虽然不是人生的全部 但是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 坏心情会摧毁人生 好心情会助前人生 不生气的人更有格局和好的心态 庄子 山目里 有个叫方舟计合的故事 一个人在乘船渡河的时候 前面一只船正要撞过来 那人喊了好几声没有人回应 于是破口大骂前面开船的人不长眼 结果撞上来的竟是一只空船 于是刚才怒气冲冲的人 一下子怒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说明一个人生不生气 取决于撞来的转伤有没有人 其实很多时候 你生气并不是因为别人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 而是你气不过的是 别人居然那样做了 或这样对待你了 毛母说 一个人如果因为别人的余船而生气的话 那么他一辈子就会活在永久的直居愤怒中 人活着不是为了和任何人活时之气 虽然很多精力都身不由己 但你可以选择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有句话说得好 生命中许多事情 你很难置身事外 然而不管有多么糟糕 你都要学着换个角度去看 不能让自己的人生输给了心情 任何一事 没有什么比开心更重要了 做人少生气 调节好心情 拥有好心态 还会有好人生 图格涅夫说 只要不因愤怒而夸大局势 就没什么事情值得生气了 人活一生 过的是心情 生活一场 活的是心态 不生气 保持愉快的心情 心大了 大事就小了 有个不生气的口诀 为了小事发脾气 回头想想又何必 心宽忍让好关系 常会乐意陌生气 人生苦短 别把精力浪费在生气上 太不值得了 愿余生我们的少生点气 多点开心 把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 曾经有科学家做过一组事业 赖利博士和他的同事 将两组小鼠都注射了一种 会引起乳腺癌的致癌物 13个月后 情绪稳定的小鼠 仅有7%的致癌 而留在不断引起紧张情绪环境里的小鼠 却有60%致癌 赖利博士总结说 情绪紧张会使癌症容易发生 还容易造成从发病不为扩散到全身 常言道 一种美好的心情 比食负良药更能解除心理上的疲惫和痛处 生活中 总会有事不顺心 有人不顺也 聪明人 能把自己的不良情绪放到一边 以坦然心态继续面对人间的人和事 总次越低的人 往往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正如达尔文所说 人要是发脾气 却等于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倒退了一步 人生哪能够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 复复沉沉一辈子 重要的是能开心 未来的日子里 愿你少生气 多微笑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宁过往 如此 甚好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 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